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焦 前两天 应该十天前了 我这只能往前追了 我这个赶不过来 赶不过趟 有朋友呢 这么写的 陶哥经常听您的节目 感佩敬感 钦佩您在为华人观众听众 传递生命与实事真相中的 辛勤的付出 请您喝杯咖啡 谢谢 我没谢谢他 他谢谢我 那我以为这里面 让我感触就是说 生命与事实真相 这是我在节目中 其实我个人最倡导的一面 对吧 我个人最倡导 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如果没有生命的认知 你看到的一切的真相都是假的 没有生命的认知 你看到的一切的真相都是假的 因为当你生命认知是错误 错误的时候 你看到的东西一切都在你错误的生命基础上 对他进行判断 那不就是假的吗 你越判断越错误 对吧 越判断越错误 我觉得道理就非常简单了 就像你说这盆花似的 这盆东西似的 当他加上水之后 一切都变得那么自然了 我原来跟大家说 我说他一直有声音 我也搞不懂 就没弄 后来上次说完之后 我就想办法去弄他 到底怎么没有声 费了劲了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他是弄水的吗 他下面是盛水的吗 当你把水倒得足够满的时候 就没有声了 当你把水没倒足够满的时候 他永远有声 是那水哗哗的事 我当时 因为我们都是试着来的 那我当时当看到这一点 就当我做的时候 一下声音都没有东西的时候 让我相当感触 真相就在手边 真相的一切呢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 不是就说 不要被自己被灌输的观念 注入其中 你看到东西都是真相 当我们放水 当我放这水的时候 一开始 没想过说 必须放满了 他就没事 只是想说 放上水就行了 那放上水呢 水要太少 太多的话 怪沉的 放在哪怪沉的 你会有很多 人们会在正常中 会有很多理由 去 去说明 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从来没想过 自己的理由 却成为了事情本身 给事情带来的 麻烦带来的 本身的因由 本来人家没麻烦 本来人家没麻烦 所以 那生命跟事实的真相 那对于他来讲 水灌满了 他的生命的真实的展现 就展现出 更加完美的理念 但是呢 作为一个当事人来讲 会用我的观念 去揣摩他 他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句话就错了 因为 当我认为 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 我就在 试图改变他 而不是欣赏他 而任何一个生命 要去改变 另外一个生命 如果 角度高点 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就像我们说的 时间是个神 那今天是春分 想过没有 春分本身 可能就是个神 春分本身 可能就是个神 在封神演义中 又会 拜降台 拜降台第二层是365 对应着365天 而被 被江子牙封神的 就封了365个神 而这365个神 对应着天地 人的地 对应着人的心 那也 也就是 每一天 对应一个神 那 这样的 节起 24节起 难道 他不是 对应着 什么 他是 时间的 技术 他是 生命在 一年中的 他的改变的过程 身体改变的过程 今天是个 大节起 很多人在家 可能都进补 有吃饺 吃这 吃纯饼 吃什么都有 他是对应的 那 人跟天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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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的 天地 人合一 我想 是在他的生命层面上 当天地 人合一 是在生命层面上的时候 他就是 整体都是活的 如果一个人 你要这个角度 去认识的话 你自然会珍惜 所有的东西 你自然会展现出 在别人眼睛里 你充满了人 充满了一种 慈悲也好 充满了一份 怜悯也好 讲什么都行 起码有一点 恶的成分 会在你生命中 越来越淡化 越来越淡化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了 但是在中共体制当中 今天看个消息 在中共体制当中 极其邪恶的一个东西 就是政法委 政法委呢 这事儿 这个有点出人意表 在今天拿出来的方案当中 政法委增大了他的职能 我们讲说 在两会结束之后 很出人意表的就是 傅政华成为了司法部长 而傅政华一路走过来 我们看到的 他本身呢 是是个 他本身是个酷利 他本身有相当邪恶的一面 那而对习近平而言呢 在六年前的三月十九号 周永康的正三月十八号的 令计划的儿子的死 那件事情的处理 是傅政华亲自处理的 当时他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傅政华亲自处理 而被交代他的呢 他是被周永康交代的 那令计划跟周永康 在那件事情上连为了议题 结果傅政华却把这件事情 给点了炮 给通告了习近平跟胡锦涛 所以在相当意义上来讲 傅政华救了习近平 确实是从那个角度来讲 对习近平有恩的 所以今天在昨天 当我看到傅政华 成为司法部长的时候呢 我的感触就说 从个人上说 似乎习近平值恩图报 但是呢 最高法院院长还是周强 是他第二个五年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是张军 因为呢 曹建明呢 连续两年结束了 那张军顶上来 这就变成了高检高法和司法部长 根本都是原来的中共的政法委体系 完全是原来的中共的政法委体系 去年的 去年的两会结束之后 去年的这个十九大结束之后 郭生坤身为政治局 政治局委员 兼政法委书记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了 我说很奇怪 政法委没有动一点 一根寒毛都没动 根本就没有碰动他 到底为什么 那当时认为呢 是习近平的妥协 他的妥协成分当中呢 就为了习近平思想尽党章 那政法委体系就是妥协的 但是呢 应该不会有政法委 太多的东西在其中 那可是在今年当 这一次我看到 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傅政华成为司法部长之后 然后呢 整个 就是政法委体系 没有任何更动的时候 突然让我想到另外一个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 三中全会成立的 结果呢 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延续到去年 2017年的2月 2月10号 王林死了之后 2月17号 18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才成行 而里面包括了公安部 包括了 包括了诸多的部门 所以一直认为 国家安全委员会 代替了政法委 那国家监察委员会 代替了中纪委 对吧 这是我们当时 跟大家分析的 而中宣系统呢 将被弱化 这是走向正常的一个 社会环境中 但这次不是 政法委 他的权力实权 倍增 倍增 让人感觉非常奇妙 所以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呢 干脆到现在 没 无踪影了 没了 那如果他是国家体制的话 现在应该是出龙了 如果他先 如果他是党的体制的话 在他党和政府机构改革中 那起码要有他一个说辞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 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在他的 在他的整个与司法相关的体制中呢 我看到了一些 看到了一些说法 这是香港01的 可能不太完善哈 我们看能够有关系的 组建中央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 那中央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设在司法部 所以这里说的 这里的概念呢 是 依法治国委员会 是跟国家宪法 是跟国家 国家系统 因为 到底是党的系统和国家系统 他这个中央的概念 有时候让人觉得很奇怪 对吧 中央政府跟中共中央 我们看到新闻媒体中 根本就分不清楚 大家也不去分 其实这里是有关系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 跟政法委有关的 中央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 那设在司法部 那另外一个呢 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这个原来有 中央网络安全信息化领导小组 那这个原来也有 对吧 那我想说的意思 我们能看到的 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对不起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跟政法委之间是分离的 是两个系统 那这就显得很矛盾了 这就显得很矛盾了 那我们看一下 政法委拿到了什么东西 在他的改革方案中 政法委获得三项大的职责 其实就是合并了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 和中央防范处理邪教问题 领导小组和他办公室 将不再设立 那综合委员会没了 其实城管没了 应该是 应该是城管没有了 维稳工作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 我不知道这个维稳工作 在社会中对应的是什么 中央防范处理邪教 这是610办公室被撤销了 所以这三项东西全都没了 这三项东西 原来在周永康的年代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监管的 那那两项 维稳小组是他的 综合治理办公委员会的主席是他的 再加上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撤掉了610 维稳小组我忘了对不上 然后撤掉了综合治理 那相当于城管应该没有了 610办公室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了 他这里说是政法委增加了三大职能 不是 在我眼睛里 其实就等于撤掉了 撤掉了相当的 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管制东西 610办公室没了 全归政法委的 那而这个 而这个 而这个相关的业务部门 他说是转到公安部和政法委 转到公安部和政法委 610 那其实就等于是撤销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其实是一种 大大削弱了 维稳系统当中的机构 砍掉了三个吗 那砍掉三个吗 但比较特别的就是 610办公室没了 跟这个 610办公室没了 另外一个就是 治安综合 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这个对老百姓有直接关系的 城管没了 市场管理那些都没了 全都没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 职能将由政法委组织协调 推动 敦促各地区展开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但他没说怎么做 是不是那东西没有了 汇总掌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状态 协调处理重大实践 那研究社会治安 提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对策 所以这里呢 都归政法委管 那他还是党务部门 都是党务部门 所以表面上是把政法委扩权了 实际是把政法委消权了 因为呢 原来都是周永康在管的话 他以不同的角度 分成不同的部门 那维稳经费的扩大 跟这种扩大的部门是相关的 第二个呢 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 政法委将来应对 主要是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 主要是应对重大事件 突发事件 化解影响稳定社会矛盾和风险 所以在社会大规模冲突中 他政法委出面 还是由党的系统出面 这我们看到了 还是党的系统出面 对于有关原来610办公室的概念 政法委来协调相关部门 向党中央提出政策建议 协调处理重大突发事件 而公安部主要是 收集相关组织的影响 危害社会的具体收集情报 来依法打击协调组织的违法活动 那这里面 在这里面 当初610设计的说 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 当初610本身出现到现在都是违法的 违法 违纪违法 他在任何一个环境下 都本不该出现的东西 这是江泽民的本身 所以他呢 等于是在这个概念中呢 以软化的方式 他是以软化的方式 撤掉610办公室的 2013年 李东升被抓 他的第一个官衔就是全国610办公室主任 用的是那个 他说资料显示 政法委是中央各级党委对各级司法机构的党内领导的党内机构 指导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安司法执行机关的 所以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超然的东西 这是那政法委依然是这体现出党国的概念 政法委的存在就是依法治国一线治国的嘲讽 就不可能存在 但他现在依然还在有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到底习近平湖里卖的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因为他本来可以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代替 但一切都停止了 没有 一切都一切都延续着原来的概念走 我们现在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一切延续着原来概念走 但是呢 撤掉了一些机构 中共将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总部办公室设在司法部 协调全国依法治国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研究全国依法治国重大事项 重大问题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 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建设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中央 依法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他就显得更加的协调 他是国家系统中的 他的职能显起来也就 那就变成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跟政法委是对立的 是平行的 那这种平行的机构呢 我们就看到国家安全委员会 完全消失了 而全中央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 他的概念呢 有点像国家监察委员会 对中纪委的概念 实际他在转型 转型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太大的罪恶都在政法委体系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习近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而当初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 他上来的时候 被他打击的主要是政法委和石油邦 我们在另外一期节目中讲过了 统战部将管理全国宗教 侨务少数民族工作 他中组部呢 同管全国公务员 所以中组部呢扩大了 同管全国公务员 那中组部扩大了 而这个中纪委的中纪委呢 中组部权力扩大了 他对应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 因为所有公务员都归他管 他说这显示出中共以党领政的领域 大规模扩大 最具有象征的是新闻出版业 是表面上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面突出了他个人 完全是突出了他个人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提出一个说法 到底就是政法委 中央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 他们是什么关系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却消失了 那是为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 今天习近平走到这儿 是一个非常不明确 但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